第五題要打十顆星 為什麼打十顆星你知道嗎 因為這題目呢 他題目出的很簡單非常簡單 為什麼講的簡單是說字很少 他可以討論非常非常的少 就這句話而已 沒了 什麼都沒給你 他也沒有告訴我說 希達是瑞甲還是盾甲 什麼甲都沒跟你說 然後直接問你說 善愛二希達是多少 對不對 怎麼辦這種題目 對 沒有錯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知道 善愛二希達等於什麼東西 如果你有被公司的話 善愛二希達等於兩倍的善愛希達 口善希達 所以我要找不找兩個 三角函數相成才對 但題目給我會是相加 那我記得我有講過嗎 我說 如果他題目是給我是善希達是相加 善希達跟口善是相加的話 那如果把變成相成 就是把比方 所以我們看一下 請問你 善希達加口善希達的比方等於多少 是不是等於 1加上兩倍的善希達 善希達 口善希達 這個時候相加就變成相成了 今天怎麼辦 再進去就好了 那你問我給云雲一問說 需要管那個希達的正負嗎 不用 因為這個已經直接幫你判斷好了 聽懂意思嗎 所以答案我剛剛這個 三分之二的平方就變成是九分之四 等於一加上兩倍的善希達 口善希達 我告訴你 1.2都不用儲 你知道嗎 你要在一一過去就好了 所以我很明顯知道 兩倍的善希達 口善希達的比方 等於九分之四 對不對 那這個 不是等於他嗎 我覺得一模一樣 你的數字都沒有動 所以我答案出來 我答案 善二希達就是九分之五 這樣會啦 這個題目 你反而不需要那種 就是太過於複雜去判斷說 老師 那個善希達跟口善希達 到底是正 誰正誰付 你不用管 因為他自動會把你做調整 這樣子 會啦 OK OK